第十九题,如附图所示,有甲1柄三个电阻器,其电阻值分别固定为3Ω6Ω12Ω,于电压固定为24V的电池连接成通路的电路,且导线的电阻及电池的内电阻忽略不计,若通电两分钟的期间,甲1柄三个电阻器消耗的电能分别为1甲1以1柄,则1甲1以1柄的关系下列何者正确? 这个是在相同时间之内所消耗的能量,也就是所谓的功率,所以我们计算电功率就可以了,而我们看到三个电阻是串联的,那么串联的时候电流相同,所以我们带着电功率公式是P等于I平方乘以R,那么我们的电流I是一样大的,所以电功率就会跟电阻成正比,所以我们的甲1柄三个功率的比就是3比6比12,也就是1比2。 2比4,因此我们的电功率的大小就是丙大于乙大于甲,而我们看到我们的乙的大小会是两倍的甲,而我们丙的大小会是四倍的甲,所以呢,选项A说一甲大于一乙是错的,选项B说一丙等于0.5,一甲也是错的,选项C说一丙大于一甲是对的,选项珠说一乙等于四倍的一甲也是错的, 所以第四就提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1柄大于一甲。